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新冠疫情升温 全国单日暴超过4000宗感染 欧洲示威抗疫物价升高 50808-8888-60808-8888查询 报名截至日期2022年3月20日 要带出真修百味的滋味 唯有致美斋 诞生于明朝万历年间的致美斋 早已经风行海外 制作技术被评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中的天顶头抽堪称穿越400年的人间美味 还有驰名中外的猪脚浆醋 山楂醋 卤水汁 蚝油 各种不同的醋 各式的调味较量 盐局鸡粉 黑椒汁等 让主菜小白变身大厨 北美总代理福全食品 电话415-822-8911 按摩大王MK9189是一张4D的双向式 推拿人性化手法的按摩椅 一体式机芯和脚芯加温设计理念 全方位12个功能随意切换 从芯到芯的舒缓和放松 特别价优惠3499元 更送三年保修 特别加送礼品ILG927脚步按摩器 按摩大王电话415-412-0985 415-412-0985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电视新闻 今天是3月18号星期五 我是主播明月 周末到了 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大事小事身边是 星岛和您紧贴时事 我们是在美国旧金山湾区 为您特别制作的节目 希望可以为您提供 每天最及时有用的国际全美加州 还有湾区有价值的资讯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 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举行了视像通话 这是俄乌战争三星期以来 两人的首次对话 两人通话时长达一小时50分钟 上一次的交谈是在去年的11月 举行的两国视讯高峰会 当时交谈大约三个半小时 对于俄乌战争 拜登希望中国加入西方 对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谴责 那习近平表态说战争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国与国的关系不应该发展到军事敌对的阶段 强调中美两国都应该承担国际责任 美国还警告中国不要援助俄罗斯 否则将会付出代价 美中关系方面 拜登重申美国不寻求和中国打新的冷战 不支持台独 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 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有效管控好竞争和分歧 推动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 那习近平表示 十分的重视拜登对于这些议题的表态 此次事项会谈 双方办公室均没有发表任何图片和视频 普京昨天和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 他开出了俄乌战争停火的协议的条件 第一个就是要求乌克兰承诺保持中立 不寻求加入北约 完成解除武装 保护俄语及去纳粹化 那第二个要求是困难所在 普京表示需要亲自与泽连斯基面对面的谈判 那该涉及到承认 克里米亚及乌克兰东部亲俄地区的独立地位等问题 承认东部地区独立 那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普京的有关邀请已经转达给基辅 乌克兰也提出了停火条件 那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与到访的土耳其外长恰伍石澳会面之后表示 希望由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 加上土耳其和德国作为未来会与俄罗斯达成停火协议的担保国 希望透过七个国家的担保尽快与俄罗斯达成协议结束战事 又只会与土耳其合力促成总统泽连斯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恰伍石澳卢表示 俄罗斯并不抗拒由其他国家担保集体安全协议 他走访完俄乌两国之后 增加了对早日达成停火的希望 至于俄乌两国领导人何时会面 需由双方决定 他重申土耳其乐意提供会面的场地 来看一下中国新冠病毒疫情持续升温 过去一天全境再爆4130例的本土感染病例 遍及了吉林 福建 广东等大约20个省市 根据中国国家建委公告 17日中国新增了2461例确诊 2388例为本土个案 当前疫情热点为吉林省通报多达1834例 其余多省也有确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昨天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针对防疫对策 要求坚持科学精准 动态清零 并部署从严抓好疫情的防控工作 据知中国现在已经有约17座城市实施了封城 另外近日多地疫情失控不少的地方官员 也是遭到了免职或者是惩处 包括吉林省先后 有至少18人遭撤职或者是警告处分 广东省则有6名官员职务遭到了免除 看完头条方面 继续关注一下俄乌战争方面的消息 那俄乌战争呢 进入了第23天 俄军向乌克兰西部的城市利沃夫 发射了几枚导弹 摧毁了利沃夫机场附近的一个飞机维修设施的建筑物 空袭中至少有一人受伤 乌克兰军队表示 初步的信息显示 俄罗斯于周五早上向利沃夫发射了6枚导弹 导弹很有可能是从黑海上空的战机发射的空射巡航导弹 联合国难民事务专员的办公室表示 已经有超过300万的难民逃离了乌克兰 那该机构呼吁邻国开放边境接受难民 在马里乌波尔市和苏梅市 居民正在面临着严重的食品水和药品的短缺 部分的北约国家已经承诺 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反坦克导弹的军事援助 但一些北约国家将提供前苏联和俄罗斯制造的导弹防御系统 遭到了俄罗斯的不满 那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表示 俄罗斯将会打击掉任何进入乌克兰领土的类似武器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表示 自俄罗斯发动俄乌战争以来 至少有816个平民丧生 1333人受伤 但实际的伤亡人数可能会更高 大多数的伤亡是由爆炸式的武器 包括炮击和导弹空袭造成的 军人方面据美国情报局的报告 至昨天已经有7000名的俄罗斯军人 和将近3000名的乌克兰军人死亡 在罗马尼亚边境的城镇西雷特 消防员和非政府组织人员 正在帮助抵达边境的乌克兰难民 给孩子们拍发玩具 那这些城市严重的缺乏食物水或者是药品 需要各方的支持 那现实只能希望通过派发玩具 能为小孩子们在痛苦当中带来一丝的安慰 俄罗斯举办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八周年的庆祝活动 那总统普京在典礼上 赞扬了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的袭击 该集会有超过20万人出席 包括主持人在内的一些人 穿着带有Z字样的T恤或者是夹克 那该标示在俄乌的战争当中的 俄罗斯坦克和军用车辆上均有显示代表着胜利 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回来继续为大家播报 美食盛宴健康养生 由美国中药联商会星岛日报新电视主办 湾区首届创意美食药膳大赛2022 热诚欢迎各公司团体或个人组队参加 角逐海选初赛总决赛 各种奖项冠军奖金3000元 参加办法请参阅星岛日报 或致电星岛日报市场部 650808-8888 650808-8888查询 报名截止日期2022年3月20日 好了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一下俄乌方面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表示 已经讨论欧盟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方案 保护和协助逃到欧盟的乌克兰人 他强调只要俄罗斯一天不停止进攻 就会不断的加强对俄罗斯的施压 那英国的传媒的监管机构也决定 及时的吊销了俄罗斯官媒RT电视台的 今日俄罗斯在英国的广播牌照 英国指RT电视台的频道 已经在英国停播数个星期 通讯管理局近日就RT电视台 有关俄乌新闻的报道公正性 进行了29项调查 指这间电视台由俄罗斯政府资助运营 注意到俄罗斯的新法律 将任何偏离国家观点的独立新闻定为犯罪 因此RT不可能在相关的规定下 符合英国广播守则的公平原则 因此决定不再适合在英国营运 来看一下美国快餐连锁汉堡王 目前在俄罗斯的八板家分店 仍然正常的营业当中 虽然总部称希望暂停在俄罗斯的业务 但是表示这确实很困难的 因为他们与在俄的商业合作伙伴拒绝了此要求 汉堡王在俄罗斯的分店 是与俄罗斯商人阿波罗威建立的合资的伙伴关系 那汉堡王总公司仅控制其俄罗斯业务的15% 而科罗波威负责其在该国的日常运营和监督 来看一下美国方面的消息 美国新冠奥密控亚变种病毒快速的传播 那白宫首席防疫专家福西表示 考虑到各地放宽了防疫措施 疫苗的保护能力也开始减弱 未来数周的病例可能反弹 因此高危人群需要施打第四季的疫苗 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 BA2现在的流行程度每两个星期就会增加两倍 截至上一周 该病毒的病例已占比达到23.1% 奥密控病例的比例反而减至66.1% 来看一下纽约市庆祝了疫情三年以来 首个不受新冠疫情限制影响的盛派翠克节 那市长亚当斯从早上9点就已经开始在酒吧现身 他说总是把新冠看成等同于911恐袭的时刻 当时世贸双子塔与911倒塌 那纽约市也失去了许多的英雄 但是第二天912纽约已经重新的站起来 而新冠病毒不是恐怖主义 但它确实带来了恐怖 现在就与912的时刻相同 随着盛派翠克节举行 那代表纽约从疫情中重新的站了起来 变得更加强大更加美好 昨天早上呢8点左右 密苏里州的东南部57号的洲际公路上 因为突然出现了一阵浓烟 导致数十辆的汽车连环的相撞追尾 造成至少8人死亡多人受伤 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多人受伤 那警方表示该交通意外呢最少涉及50辆的汽车 包括几辆货柜车 部分的汽车起火 在下午4时所有的汽车大火均已经扑灭 来关注一下加州方面 加州宣布呢 今年可能要迎来连续第三年的干旱了 那依赖加州水库供水的城市和农民 今年的用水量将会需要下调 加州的水务机构除了饮水和洗澡等关键的活动 所需的水量之外呢 他们呼吁加州仅能够供应该水区内 2700万居民及农民所求的5%的用水 那低于加州政府官员在1月份宣布的15%的分配 今年冬天加州没有足够的降雨和降雪量 使加州创下了至少一个世纪以来最干燥的记录 因此呢 无法解决水源的供应危机 可能会在景观美化和其他目的等户外活动当中 限制用水量 来看一下国际方面 日本周三发生了7.4级的大地震 加剧了全球汽车供应链紧张的问题 最大的汽车行业半导体晶片的主要供应商 瑞萨电子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丰田汽车表示 由于地震造成的供应问题 在4月到6月将减产15万辆的汽车 并将在下周暂停其在日本一半以上的工厂运营三天 有研究公司预计 地震将导致今年汽车和卡车的产量下降25000至35000 而原本半导体晶片的持续短缺 加上俄乌战争将会更加大对预期的降低 国际能源和商品等价格持续的抬高 导致欧洲的部分地方出现了示威 西班牙大部分的自雇货车司机因此罢工 今天已经持续了5天 他们发泄对燃料价格上升等的不满 部分人还攻击仍在岗位没有罢工的货车司机 政府出动了大批的警察 沿路保护运送日常物资的货车 罢工已经导致当地的部分物资的供应链出现了紧张 在希腊的首都雅典 有农民要求提供额外的补贴 应对能源价格的上升 节目的最后介绍大家两款便宜好用的按摩椅 可以将它当作礼物送亲友送自己 那第一款是按摩摇椅 只要669元 可以承载和限制体重330磅 还有6个按摩模式 针对身体的三个不同区域进行舒适的按摩 第二款是高档的皮质按摩椅 只要2999元 独特的Altrek系统的真皮按摩椅 专门帮助您在一天的工作后减压而设计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星电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主播明月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一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